第四百二十三集 上过之后就该宣旨了 于本将手中圣旨望上一拖 高唱一声 圣旨到 文国公府四小姐 白珍珍皆知 白家一众人等呼呼啦啦跪了一地 白珍珍跪在最前头 白星炎并着红柿紧随其后 再后面是身为天赐公主的白赫然 倒是如今已身为正师的小夜市 被寄到了后面 跟林氏一起跪在第四派 这让小夜市十分憋屈 但这种憋屈也只能憋在心里 宣泄不得 赐婚的圣旨都大同小异 自闻文国公之四女 白珍珍 性情温良 品貌出众 朕与皇后甚喜之 今赐婚于皇九子 君墓处 视为慎王正妃 待女子急急后 择日迎娶 钦此 下方众人高呼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于本将圣旨一合递到白珍珍跟前 等着她说臣女接纸 可白珍珍没说 也没伸手接纸 而是回头去看身后的红柿 因为她突然想起来红柿让她抗旨这档子事了 故意眼神询问 接还是不接呀 红柿激动得都掉眼泪了 先前想着也学一把白赫然 找找抗旨的感觉 可眼下圣旨真的到了 她哪里还顾得上那些 这是她女儿的终身大事 她身为娘亲的 哪里能为了自己的面子 让女儿冒这个险 这会儿看到白珍珍瞅着她 赶紧道 快快接纸 女儿家得一门好亲事不容易 这是你的福气 快别犹豫了 白珍珍笑了 笑得像个小傻子 却笑出了小姑娘全部的娇羞 笑出了芳心暗许后 得偿所愿的甜蜜幸福 她伸出手来 高举过头 大声地道 臣女接纸谢恩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于本将圣旨郑重地 放到她手上 白珍珍两只小手立即握紧 生怕掉了她一生的 幸运和福气 生怕掉了心上人 给予她最贵重的礼物 眼泪有点控制不住 竟哗啦啦地往下流 不止白珍珍的眼泪流 后头跪着的白艳羽 也跟着一起抹眼泪 甚至许多丫鬟都被感动到了 也是又哭又笑的 小夜市跪在那里 反反复复地 琢磨着圣旨中的那句话 是为慎王妇郑妃 是郑妃啊 一个庶女竟得了皇子郑妃之位 这才东秦怕还是头一份 看来这个家的风向 真是跑得越来越偏 她甚至都看不到 还能被拉回来的希望了 文国公府已经脱离了 竹母的管制 脱离了文国公本人的控制 至于叶家 如今更是完全插不上手了 这样的一座府邸 叶家还要继续争吗 这还有什么意义 小夜市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迷茫 白星炎也好不到哪去 她又想起白赫染 昨天晚上说的话 如今两个女儿都得了皇子郑妃之位 一时间 东秦势力最鼎盛的两位皇子 都成了她的未来女婿 如果没有当初那个错误 如今她的日子该有多好 放眼整个东秦谁还敢瞧不起她 谁见了她不是自动就爱上三分 她就是进了宫 那也是有几分颜面的 什么江月 什么鱼本 哪一个不是得对她笑脸相迎 可惜了 路是她自己走歪的 且在歪的最初 就已经再也挣不回来 她除了一直歪下去 再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不歪 该有多好 珍珍 接了圣旨 今后你就是有婚约在身的人了 白星炎站起身 总算是说了一句 身为父亲该说的话 有婚约在身 以后你就不是小姑娘了 不可以再任性 不可以再没规矩 从前你招材惹祸 别人只当你是文国公府的四小姐 可今后就要多了一层 未来慎王正妃的身份 再惹祸 丢的就是九殿下的脸了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 要担待得起 性情温良这四个字 那不仅仅是皇上对你的赞美 同时也是皇家对你的期许 做皇家的媳妇 有很多规矩 也有很多约束 你孙享荣耀的同时 也得为这份荣耀 有所付出 为父说的这些 你可能明白 这是白真真印象中 这位父亲第一次如此正式 如此语重心肠的同他说话 难得的是 说的还这样有道理 这让他有了几分触动 一直以来 对这位父亲的抵触情绪 也削减了许多 也有了做女儿的样子 真心真意地 向自己的父亲屈膝行礼 多谢父亲教诲 女儿都记住了 女儿一定不负父亲所望 言语律己 不给温国公府丢脸 也不给慎王府丢脸 他说到这儿 顿了顿 抬头看了一眼白星眼 这好像是他近几年来 头一次这么仔细地 观察自己的父亲 这才发现 原来父亲的病脚也生了白发 父亲的额间也起了皱纹 不管平日里有多少算计 和彼此厌烦 但是这一刻 他竟在父亲的眼睛里 看见了许多真诚之意 他能够感受得到 刚刚那一番话 他父亲是真心对他说的 他吸了吸鼻子 冲着白星眼 斩了一个灿烂的笑 父亲放心 女儿会做一个好妻子 也会做一个好王妃 也希望父亲 能做一个好父亲 能够让我在出嫁之后 每每提起母族时 能够有一个足够骄傲的谈资 您已经是两位皇子 未来的岳障了 希望咱们都能好好的 白星年转过身 迅速抬起手 往脸上抹了一把 再回过头来 便又恢复了往日模样 白珍珍得皇子正妃之位 小叶是知道自己身为主母 这种时候 若是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就显得太消气了 她如今是主母了 什么事必须得想在前头 不能再像从前一样 缩于人后 什么事都不需要她操心 不管府里是个什么情况 也不管叶家 是不是还重视文国功夫 她能爬到如今 这个位置也不容易 日子是自己的 有没有叶家都得过下去 于是她走上前 面上带着和善的笑 对着白珍珍说 四姑娘 恭喜你能得 这样一门好亲事 你父亲说得对 往后一言一行 不止关乎白珍 也关乎着 慎王府的声誉 咱们一定得考虑周全些 但是 也没有必要 因为她是皇子 就将自己的姿态 放得太低 你是侯爵府的四小姐 虽为庶女 但如今你的娘亲 被尊为红夫人 你即便不是嫡女 也当得一个贵女 咱们配得起皇子 也做得起正妃 所以四姑娘 即便许给皇子 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骄傲 记住了吗 她这番话说得倒是真诚 也很有个当家主母的样子 白珍珍无措可挑 虽明知小夜市 这就是在鱼本面前做样子 但也只能行礼致谢 多谢三夫人教诲 小夜市脸色沉了沉 三夫人 连母亲都不叫了 不管怎么说 今日场面倒是说得过去 鱼本看着这一幕幕 看着众人向白珍珍道喜 乐呵呵地凑近了白赫然说 公主啊 这可比您当初被赐婚时 痛快多了 白赫然想起自己 接那赐婚圣旨的一波多辙 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当初他几次三番拒接圣旨 也不知道那时君母领 是个什么想法 得嘞 圣旨接了 那咱们往下进行吧 鱼本提高了嗓门又说了这么一句 白家人就是一愣 还往下进行 白家人就是一愣 还往下进行 还有下一环节 鱼本看着人们疑惑不解的目光 很是得意 酒店下的大聘呢 是跟着圣旨一起来的 就等着四小姐先接了圣旨 这边就抬聘进门呢 他说着 冲着府门口拍了三下手 等在门外的人们 便开始一箱一箱地 往文国公府里抬聘礼 有小太监对着名册唱礼 慎王府的柯公公也跟着到了 一进了门就给白珍珍行了柜礼 大声道 奴才叩见王妃 恭喜王妃 贺喜王妃 酒店下让奴才给您送聘礼来了 白珍珍赶紧上前去府 柯公公快快请起 多谢柯公公帮忙操劳 不过您可别这会儿就叫我王妃 实在听不惯啊 他想起白赫染被叫王妃时 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么一天 柯公公乐呵呵地站了起来 对白珍珍说 呵呵呵 叫着叫着就习惯了 不管别人怎么称呼 酒店下说了 慎王府里的人都要遵您一声 王妃的 他说到这儿 趁着下人们抬聘礼的功夫 又转过身来大声地道 酒店下还说了 他不好女色 也没那么些闲功夫 搭理其他的女子 所以四小姐不但为正妃 也将是我慎王府中 唯一的女主子 除四小姐外 再不会有其他女人 能进得了慎王府大门 入得了慎王府后院 什么侧妃 什么妾室通房 统统都没有 慎王府 只要四小姐一人 一人足矣 于本特别会配合 轰托气氛 赫公公这话刚喊完 他立即就接了过来 也跟着大声道 奴才 再次恭喜四小姐 恭喜慎王妃 一是毒宠啊 白珍珍笑得像朵花 红柿那头又忍不住 激动的泪水了 就连白星炎 都觉得甚是震撼 他今日的慈父 是打算办到底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 昨夜那顿酒 而心有感触 还是不敢招惹 阎王殿只做做样子 总之今儿 他的表现是真不错 于本恭喜完他 立即就开了口 承蒙九殿下厚爱 白家不胜感激 柯公公看了他一眼 一点都没客气地说 我公爷啊 这几年 咱们家王妃 还得劳您多费心照顾 九殿下说了 带王妃急急 立即迎娶 绝不给国公府 多添麻烦 如今呢 王妃岁数还小 性子呢 也难免活跃些 如果这几年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还希望国公爷 别再像从前那般 将他关在外头 不让他进门 也用不着非打击骂的 您只要拆个人 往慎王府 或者是阎王殿 去说一声 九殿下会立即亲自过来 将四小姐接走 绝对不给国公府 添麻烦 白星炎觉得脸臊得慌 曾经将女儿去之门外的事 简直成了他的人生污点 不过他的污点太多 那点小事 今日这柯公公要是不提 他几乎都忘了 柯公公说的哪里话 本国公之前 也只是带子女严可谢 也都是为了他们好 如今他已有婚约在身 本国公自会多考虑一层 还请九殿下放心 柯公公轻横 怎么可能放得了心呢 天赐公主也是有婚约在身的人 还是手握东勤大扮兵权的石殿下呀 可是您在她得了婚约之后 都干了些什么事啊 您自个儿心里有数 咱们这些人心里头也有数 您说说 这能放得了心吗 不过也没办法呀 谁让两位王妃就摊上您这么个爹了呢 凑合住着吧 好歹再也没几年光景 将来鸡鸡成亲就好了 大家好 我是本书男主播陆青竹 水平有限 不知道演绎的角色 是否能让大家满意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一份关注哦 十分欢迎来留言吐槽 主播很重视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